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 工厂小开赋二代 庄醒一今天十日凌晨一点左右酒驾 撞死夜鬼的卖太阳病妇人汪彦珠 庄男父亲中午到警局探望被拘捕的儿子 他说儿子没有酒驾记录 却有开公司的汽车超速 牌照被吊销 驾驶执照也被吊扣 庄父还说他有责备儿子 儿子说对家属很抱歉 他希望儿子能先跟死者家属达成协议 亦指明是和解 不过死者王彦珠的丈夫与儿子说 不会原谅庄贤 不是一句抱歉就能解释交代 庄景一是台中工业区一家机具工厂的富二代小开 却向警方宣称自己只是车床工人 庄男的父亲今天中午到台中市一分局大城分住所说 儿子昨天深夜10点左右出门说要去钱贵 KTV唱歌 他还交代儿子喝酒不要开车 却没想到发生这起憾事 庄父还说儿子没有酒驾的记录 却有开公司汽车超速 导致车子被吊销牌照 儿子也被吊扣驾照 警方也证实装嫌事无照驾驶 庄父说儿子说很抱歉 他则问儿子如果对方只是受伤 说抱歉还能交代 现在对方死者王彦珠已经往生了 岂能说抱歉就可以 他认为儿子已经成年了 要跟对方达到共识 指明是和解 好好的善后 另外警方认为这个富二代喝酒 而且喝得比同车的四名朋友更多 酒测数值最高 却又不听朋友劝道 坚持要开车 又不确定的杀人犯益 已经改一公共危险罪 与杀人罪嫌法办